在九月高折S人人界大战春野银上架之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游戏内比较强势的这个百豪鹰实战效果 对面的一个是查克拉的青年岸 这边他放了个秘卷直接死斗 然后我们这个技能两个人互换了一波以后没有拿到牵手 然后引出另外一个技能 抓住机会直接觉醒 你手里没有技能居然敢秒踢 那么踢身后A的两下没有命中 快速开个霸体再过去用普鲁拿牵手 这个百豪鹰的优势就是伤害收出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在上次改动以后 那个樱花月可以释放一个5秒的外轴移动效果 速度更快 有时候碰到一些骑手速度比较慢的技能 很容易就直接躲过去了 那么拉开身位 一个樱花月过去没有拿牵手 错过外轴用普攻抓到你一个后摇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带走了 接着来看第二个忍者 牵手助肩 其实目前这个百豪鹰搭配霸体的话 他的强度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顶尖的水准了 即便是达不到T0水准肯定也是仅次于T0水准那一批的 那忍战鹰如果想要超过这个阵阵的话 那强度肯定是离谱 不然的话 就是保持跟百豪鹰同样的一个强度水准 开了霸体 过去引一下他的名卷 他手里还有一个技能 绕过去 看他叫不叫痛灵 如果不叫痛灵 我们一个技能直接冲过去 待在我点出技能的时候 他丢出了一个痛灵 先不着急提神 等他过来的时候 我们提神先进行一个觉醒 因为手里暂时没有提神以及技能 所以说他提神 我们先顶一手熊猫 然后再过去引他一个抓取技能 那你现在手里没任何东西 我们直接一个技能过去抓取 大一不伤害 这个百豪鹰现在的整体强度非常高 而且他的打击感也非常不错啊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多年型的老忍者 所以忍战鹰想要超越百豪鹰的话 应该是要从手感以及强度两方面 全方面的超越 不可能到时候你一个新忍者的手感或者是强度都还不如老忍者 那肯定玩家们也不会满意 对面又叫了个痛灵 但直接白给 我们快速把他带走 接下来看最后剩一个伯恩传达鲁 伯恩传达鲁两个技能都是一个远距离起手技能 所以说我们拉开身位可以更好地躲掉 他放了一个分身过来 两个技能全交 我提神又肯定是要丢通灵 因为他手里的节奏伞要破我的霸体 我们开了霸体又快速拉出来 防止被他破掉 然后看着他位置 丢一个螃蟹 过去拉一波伤害 碰到伯恩传达鲁这样起手速度没有那么快的人者的话 那你手里两个技能完全可以留着 他如果提神 我们可以反手先丢一个樱花月 如果引出他的技能的话 肯定是不亏的 因为我们的樱花月只有5秒的cd时间 然后二技能直接冲过去 然后手里还有个技能 拿了牵手 那他这不直接没了 好啦 这就是百号英那个实战效果 然英想要前方位超过这百号英的话 还是没那么简单的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策划千代的发挥 今天视频道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